不知道石榴盆景怎么养护和管理吗 一个视频让你了解它 想要养好石榴盆景 首先要了解它 它是洗光还是洗阴 来干货了 记不住收藏一下 石榴盆景洗光 但是它不耐阴 也不耐闹 要说它不耐寒 零下十度 放在四百养护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至于摆放在什么位置最好 不管你是阳台还是庭院 只要光照好 通风好 那就没有问题 说起这个浇水 只要大家记住这一点 生长期和花期 只要盆里不积水 可以多浇水 施肥只要在生长期 多到薄肥勤施就行 想要开花挂果多 可以施肥的时候 添加一点零肥 有些朋友不知道 零肥有什么作用 零肥可以吐使你的妆 开花 结果的 只要结果的妆 几乎都能用得上 记不住的可以收藏一下 至于修剪 持六的根生苗 和这土档枝 要及时修剪 像有些成型的妆 生长期过旺的枝条 可以适当摘芯 去强服务 翻盆换土 两到三年 翻一次就可以 说起这个翻盆 晚春翻盆 效果是最好 有些朋友不理解 为什么不是冬天 或者春天 还有夏天 要放在晚春 由于时间问题 我就以文字的形式 留言在评论区 这点也很重要 还想知道 什么盆景养护和管理 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关注我 讲解更多盆景小知识 我是昌盛文汉景 感谢大家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